嗨大家 最近蛟龙的爆改我们说过好几个了 有点麻木 今天我们就看个青春改造版吧 就是它 这把主要改了两点 第一当然是老一套 改为了短弹系统 二十下边的栽弹器由原来的四球 改成了六短弹 可以在类似蜂巢的镂空中看到 这边三个 另一边也是一样 特别的点就是加了栽弹器的外壳 有了它 下面的栽弹部分就没有那么突兀了 整体性好一点 释放枪管的时候 通过前面联动的结构 就能打开舱门 露出短弹 然后填弹 关门 上膛 激发 再来一遍 总体上看 加了栽弹器和联动门 感觉在效率 颜值和可玩性都增加了一些 作者有在IC上收卖模型 稍后我放链接在下边 感兴趣的可以支持一下 发射器我拿到手的时候是这样的 栽弹器和枪体颜色不一样 所以我打算喷漆统一一下 正好拆开看看改建的内容 很明显可以看到外观需要一些切割工作 和之前奔驰的套件改法差不多 切掉弹藏下巴和清理扳机糊工 OK 所有的五金加打印件就这么几个 唯一的金属件一个是铜管 短弹载弹器和推拉门 黑色的是联动零件 金色的是装填软弹的部分 螺丝需要一个 原始弹仓上的直接用就可以 待会儿两片壳和枪管 喷漆换换色 接下来说一下它的改短方式 和其他有点点不同 但是无论怎样都要先去掉空宝 这个已经拆掉了 怎么操作大家都很熟 然后安装装弹零件 上面有个凹槽 对应这里的凸起部分 压到底 最好是涂一些密封胶 看看细节 装一颗软弹 当前面的前管回推的时候 软弹就会被推进铜管中 铜管插入到后边的圆形缝隙中 就成了一个亲密结构 然后前管部分需要注意 很多方案都要切掉上旋胶皮 这里不能切 留着有用 铜管取下来 和联动装置组合在一起 可以用胶水固定一下 能看到这里有个L型的凹槽 和很多NRF原厂的前管卡扣是一样的 就是利用这个结构卡住上旋 固定铜管 斜着插入 到底后旋转 卡住 松紧还行 反正不会掉 和气缸部分再加组一下 运行没问题 就是这么个原理 喷嚏部分已经好了 推拉门和两片壳 都是用的均利色涂装 接下来就是组装 组合载弹器和推拉门 从下边轨道槽滑进去 可以正常推拉就OK 联动装置和前管组合 这两部分组合在一起 前面分别有滑轨和轨道槽 滑进去 整体放到主体中 调整相对位置 直到都正好卡住 能正常推拉就没有问题 其他部分就是物归原位 然后就完工了 好 今天的改造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蛟龙还能有新的花样出来 感谢观看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